这是汉武大帝中最生豪气的场景 千里奔袭的霍区兵在金泉停住了脚步 此地是现今的甘肃酒泉 年轻的霍区兵端着这台酒 在这里面对着跟随着征战的士兵们 不免豪气顿生 而随后霍区兵面对的士兵 说出了那流传史册的八个字 那便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说罢了酒洒入泉水 从此该地便称之为酒泉 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区兵出兵隆西郡 这一次跟着魏清出征的 是整个汉军最精锐的部队 想象一下 在大汉有一支军队 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 深入敌方腹地 一口气打灭了五个国家 而这个过程仅仅用了六天的时间 为了达成轻装减刑 高速激动的战术 霍区兵在消灭了有生力量后 根本不会抢掠任何战利品 而且霍区兵部战中 有大量匈奴人 单独宅出来 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高布什匈奴小王 陆府之匈奴小王 赵破奴从小生活在匈奴的汉人 就这样一个组织架构 靠的是霍区兵的个人威望 以及强大的预想能力 同时最操作的是 霍区兵最大的得趣 是临时收编匈奴人入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群大汉骑兵 狂风席卷匈奴营地后 不杀俘虏 还有几个操着相应的小伙子 在你心惊胆颤的时候告诉你 我们汉军不杀俘虏 不杀老幼 不抢自重 投降大汉 立功能封侯 匈奴人会怎么想 还信什么昆仑神 我信大汉天神霍区兵 霍区兵有多强 还得听听匈奴人内部的评价 一支万余人的汉朝骑兵军团 半月前初赛进入河西 一路西晋 穿越了15个部落地后 于昨日越过燕之山 一路击破我军 斩杀了折兰王 卢侯王 在贺兰山路 又击破修徒部的主力 把人家帐篷先了 还把祭天小金人拿手里玩的 修徒王表示 真不行 真打不过 已经跑到燕之山以西了 修徒王让我带一句话 这哪是正常人能打得过的呀 各位啊 味道不对啊 混爷王 看了金米滴一眼 那讲话了 我混爷王是什么人呢 血涂草原三千里 世人称我混爷王 我还怕他一个汉朝将领 他以为 我是右贤王那个铁肺肺呀 当年 木顿铲鱼 能够在白灯山 逼得他刘邦和亲送礼 我今天 就能剿灭的大汉军神 总之 我军占尽天时地理人和 十万对一万 优势在无 一旁的金米滴 也补充了两句 汉军连日远征 我想 肯定已经人马疲惫 是强奴之末 你我看 这是我们打击大汉的好机会 我们就应该 在启连山外围 绞杀这只汉军 让他们知道 来我们大修奴 铁定没有你好果子吃的 总结起来 那就是 卫星啊 你战机很厉害啊 你管好你那跨下的战马 不要再来我们大草原 包括你 做好你自己哦 如果在大草原上 让我看见你 我必须把你那头盔 必须摘掉 必须把你头发耗一地 你记住了哦 对此 霍去病表示 那我只能连夜取着火把 把你帐篷挑飞了 那天夜里 金米滴 一掀开羊毛背 抬起头就看见 该醒醒了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蝉与王子金米滴 霍去病一看 王子是吧 来人哪 抓起来 抽个空 直接给寄回长安 其余骑兵继续给我冲 此时的河西走廊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 河西的各个部落 是被打得人仰马翻 连最强的两个部落 都被干翻了 几番冲杀下来 死的都是部落里的战士 这是汉武帝又一次齐谋 在第一次河西之战 取得战果后 大汉军团紧急做出了调度 这一次 李广张千合作出击 出右北平攻击左先王部 以限制左先王主力 让他们不能持援 同时 让霍去病再度出击 二出河西走廊 而这一次 汉武帝也失算了 结果 李广遇上左先王主力 哼哧哼哧一顿杆 折了大半 张千才找到把他救出来 这俩哥们一个无功无过 一个丢了猴 还得赎罪 总之 这两个倒霉大的境遇 咱们暂时按下步表 得到命令和补充的霍去兵 没等到迷了路的公孙敖 迅速挺进河西走廊 相比于上一次 部队重新整编完整 轻车熟路的霍去兵 继续在匈奴草原上驰骋 而这一次 河西匈奴 显然是做了一定的准备 相比于上次灰溜溜 留下了八千余具尸体 这一次 他们被打得更惨了 河西王主北血浮千里 从隆溜出发 一路砍到了甘肃 斩获首颅三万二百人 投降的匈奴贵族 从隆溜能排队到九泉 俘获五位王五位王母 蝉鱼艳志 王子五十九人 相国将军 丹户都尉等六十三人 那讲话的 匈奴人也有话说呀 你当大草原是公共厕所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一至其大蝉鱼 听到消息 只感觉气血翻涌 好学一口气没上来 他哪来的 就算是三万投猪 都不能被杀得这么快 匈奴人怎么样 咱不详说 已经来到九泉的霍区并表示 哥们不仅来过 来见证过 甚至打通了整个河西走廊 在霍区并大胜而归后 留给混爷王和修徒王的是一道选择题 是去王庭找医治鞋聊天呢 还是 他们突然想到 从霍区并手底下 活下来的将士们的说法 跟冠军侯混 封侯有礼份 接着 一条从未设想的道路 在他们脑海中 构想了出来 在汉雄边界 匈奴人抓了个汉边牧民 反而给了很多钱 带我去见你们当官的 我奉魂邪王之命 有天大的事 要见你们的皇帝 什么 打不过 我们还不能投降吗 那么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东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